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各位朋友 欢迎回到现场 经过了两场激烈的比赛以后 现在终于来到了SNG和WG的第三局决胜局 谁能想到这样的比赛 越来越好看了 对 好不好看 好看 精不精彩 精彩吧 你这个人是的 感觉前两把的话确实 宋宁在前期都取得一些优势 W在第三把的BP 或者说他们在前期的一些打法 看一下第三把要不要调整一下 我觉得WE现在要相信自己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就没有道理去说 你们团战能打好的队伍 你对线有问题 不可能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什么 就真的是陷入到那个怪圈里面了 现在要走出来 我觉得可以和SNG这个年轻的队伍 星单时刻正面高 要对你的线上有信心一点 要有信心一点 我觉得SNG确实 这种年轻有朝系的队伍 不讲道理的 不讲道理的 你看一个纳尔 往前四件输出装 过来 他扣纳真的无所谓 他小纳尔才是最强的 就是赶紧让我变小球去了 你看那个小纳尔 最后打那个布隆加那个维鲁斯 多快啊 那是维恩 那是维恩 这纳尔真的不是一个上路 他当时就是一个ADC 对 记得之前还有过AD纳尔的呀 你记得吗 刚出没多长时间的时候 确实 上一把 苏宁整个的队伍的气势打出来了 W3说作为一个老队 但是面对这种新队的时候 我觉得也不能说 每把都利用这种经验来 去跟这方抗衡 还是要在正面战场上 对吧 给对方些压力的 特别是在对线的时候 如果说一味的忍让 或者说一味的丢失自己的野区 对吧 也会给自己的线上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 现在的话就要看一下W3的第三局决胜局了 第三场比赛 我觉得在打野位上面 说实话 海客人上比赛的表现都不错 现在两队的决胜点是什么 谁能拿到猪妹 对不对 两边猪妹玩的都很好 然后就是西叶还能有什么英雄可以拿 西叶今天我觉得 卡牌 我不仅说上次拿卡牌 这次拿了不来 其实西叶最近的状态好 然后肯定队友都会研究他 对 那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已经猜到 如果说 如果说W这里不抢瑞兹的话 我当时以为苏尼会抢 但是他们放出来 我觉得他们也是猜到了 W肯定在二三手会补瑞兹 然后那个蛇女摁下来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西叶落入了圈套 对 就真的我当时是有种感觉 他们已经很清楚了 这支W是很依赖西叶在前中心 拿到像瑞兹这种 又能够carry 又能够带节奏的点 大舅子脱衣服了 对不对 这就是真开束缚 这个说实话 我很想看到大舅子穿短袖打比赛 你看957 你想想看 大部分时间都是把拉链拉得好好的 然后大舅子什么 他们就把拉链拉开 然后研究每个人的作战习惯 957这个感觉比较正经 正经 就我们导播也很正经 正经的人都长得这样 正经 你看有些就不正经的 就对吧 拉得好好的 大舅子先入到了神思当中 先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自我的宇宙词 要不就给大舅子跟那个 狭落 好吧 搞个什么狭落这种组合 刚一刚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经常会给自己留一个万一这个词 这样我如果用狭落 万一崩了 那就抹得了 对 我如果用别的 万一崩了 还有得翻 但其实你想想看 这两场比赛下路从来都没有什么事 对不对 对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想不到啊 当时那个 年轻的中单选手 现在已经成长为了 W1的支柱 老大哥 真的是 感叹四月流逝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期待双方的决胜举 SNG对战 W1 第三场比赛 这一场究竟露死水手 谁能够作为一个 这样比赛结束 一支队伍 就两个都是5-5 一个会6-5 一个会6-5 一个是5-6 5-6 竹梅 抢了 这边的话W1 并没有去ban 这里的话 W1 哦 这里要拿一个下路更加主动的组合了 对吧 你看果然是如此啊 现在想通了 复仇之矛加什么呢 问题是 呃 牛头 牛头啊 牛头 牛头可以 所以 这是 尝一笑的 尝一笑的吗 尝一笑的 这没什么用啊 那个衣装 前两天不是出了一场吗 输了呀那把 是啊那是出了呀 苏宁这里先抢猪妹 然后再二三手 炎缺要不要拿 我觉得可以拿 维鲁斯先锁下来 但是蛤蟆没了 这把维鲁斯配合只有布隆了 我觉得霞 那就 维鲁斯加布隆 我觉得应该拿霞 要么维鲁斯加布隆 要么维鲁斯加炎缺 我觉得 哇 这边free 有点意思 这是什么 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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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布隆 不隆 很稳 前三手 交换了一下 拿的是 巨文无比 交换了一下 交换了一下 对对对 两边下落组合 跟上一把是完全交换 这里要抢一个打野 这真的是 感觉两边队伍换风格了 是不是我们板子上错了 这一把的话 我觉得两边都进化了 两边进入BO3决胜局的时候 对对方的这种小伎俩 都有一些了解了 就是 他们的了解就是 知己知彼 百战不大 我要变成对手 这种时候 BO3最后一把是 比较精彩的 比较精彩的 看一下 这边 这边我觉得 要加班一个 延绝的 要加班延绝 如果 东京这里中单拿不到延绝的话 其实 中路不管谁配合猪妹 在 中野上面 占得不了他拿的主动权 纳尔先班了 狼行的纳尔确实很强 还是挺有压力的 还有压力 他班纳尔的话 怎么感觉不像半延绝的 这个味道了 不一定啊 班纳尔半延绝 不行吗 他班纳尔的话 他会加班一个船长什么的 要加班 不是船长自己可以选啊 船长我觉得不用加班 苏尼自己把延绝办了 他可能也觉得 W会转换风格 对 会加快节奏 系列的延绝是有两把刷子的 是的 就得看一下 这一半应该是 三号船长吧 我觉得可以自己拿船长 然后给那个 西野一个counterpeak 又是中单 还是想搬Net 这把中单好像没什么了 这把中单可能发条 飞机这种中单可能要出来 看一下苏尼这边最后一半 是留给西野还是957 我觉得可以搬一个后期开认能力强的中单 就一半给了一个西线 对 要搬这种角色 你想一想如果给西野拿不到那种carry能力很强的中路 其实WE这个阵容 会面临一个SNG前两把那样的一个问题 谁抢船长 送进这边的中上不太好拿呀 上路拿谁打场上都占的不了便宜了 是的 S这个阵容其实也不缺前排 要拿输出 澳恩我觉得这个版本真的不厉害 好像这个版本我觉得还不如赛 但是澳恩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团控 确定澳恩 中路看补什么 现在就看中路补什么 能够把这个阵容盘活 飞机 这就是 其实可以 这个阵容是 前中后期都不怕你们 都挺长的 但是这把的话 W可能前期的节奏要快一点 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 中路就要拿一个节奏更快的英雄 打飞机什么好打 拿个洛书兰 再拿洛书兰 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塔萨丁 哇这个阵容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啊 手忒短了 对 手塔能力的话比较依赖船长 我的天 他们这个阵容 四个进战 一个凯莉斯塔 哇这阵容手太短了 这把中单主要不好拿了 不是 你看W这个阵容 他们手这么短 都是要天进去打的 船长的话可以放统合 我们现在不算 但朱妹和布隆就很困难 对 而且对面又有奥恩这种 其实这把阵容 苏尼确实拿得更好一些 苏尼拿得更好一点 看一下对线吧 W这把的下路对线是 拿了一个可以带节奏的组合 还有自己的 这个打也就是一个皇子 而且讲道理啊 你觉得卡塔丁中路打飞机好打吗 其实也不好打 什么不好打 我觉得 他跟飞机就是稳妥发育 然后支援能力的话 卡拉丁可能更胜一程 然后打支援吧 这边阵容拿的 其实还是比较有 比较有WE的特点的 还是比较有WE的特点的 看一下吧 但是卡拉丁作为西线的招牌英雄 在那种决胜局拿出来 也没什么毛病 是的 这把中单也不好选 基本上都被办的差不多了 对 其实这把中单 确实 选别的话原来打不动 不过说实话 SNG这个阵容 前排也太厚了吧 对 第一把选了个无前排阵容 第三把选了个全是前排的阵容 这把这个前排 我的天 奥恩 朱妹 布隆 我觉得这三个哪个我都不想打 太肉了 而且都算是有那种 这三个英雄都属于那种天然肉的英雄 对 不太吃装备 对 最后决胜局的阵容选出来 看一下两边这把会有什么样的发挥 是的 黄死 朱妹 这把的话我觉得Magic要多多入侵一下 SNG的野区了 不过这把他入侵野区的话 中路卡特丁在初期推线是肯定占不到便宜的 不太好入侵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中路会配合一个强势点 他们也没选 这把鞋最后中路拿个发条 我觉得 对 发条配合黄紫也挺强势的 发条是不是有个问题 就是前排不厉害 卡特丁不厉害 卡特丁还不如发条呢 卡特丁至少能打到后排 发条是前排不厉害后排打不着 看一下 三个人是摸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 这边大舅子也是非常的稳 这边出来大舅子也是直接拉开 对 这一波的话很稳 如果刚才稍微冒失一点的话 可能就要出事了 放眼 这边左边是三个多兰盾 看一下两边的浮纹 都是常规符文 维鲁斯这把依然选了一个起封的秘笈 看来Fewy非常怀念8.2版本的这个起封秘笈 最近可能8.4打多了很难受 再最后爽两把 打掉 这边的话两边都是一个红开 这边卡了一下冰 上线看一下凯利斯塔 凯利斯塔三牛头 这个对线机还是很凶的 但是维鲁斯这边一级更凶 这反凶你一下 维鲁斯加布隆一级太猛了 是的 这下好像没有刷一级 中路不好打的 王子来中路 这边跑得很快 今天感觉整个那Net的状态啊 就手感火热 就感觉很暴躁这个人 手感火热 哦 这些人又扛着补了一波冰 因为是侦测到了皇子出席的位子 所以说猪妹这里出席很稳 不着急 前进的对线好像苏宁打得更主动一些 而且掌握了现在的一个推线权 是的 下路看一下老牛跟佛罗装等一起来 有没有改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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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妹是反了一下对面的石头人 船长这个眼位也是被奥恩侦测到 听说船长在三角草丛是下了一个眼的 对啊 啊主妹这波怎么选择 其实这个兵线的话不是不可以尝试一下 是的 因为这个时候过去的话已经来不 哎呦 好痛啊 这些没补一个刀都要被奈特这个 狂轰乱炸 这一波可以回了回来传送上线 好难受啊这打的 但是还好自己的补刀并没有落下太多 还可这边在等 这个兵线可是可以的 看一下船长这边会不会遭中 这边先怼起来 船长这边现在还在手上一个EQ闪中了 在这边压线过身 先拿到E血上路的话 船长是交出一个闪现 但是自己并没有死 这一波交换下来的话 达布率是在中路有所斩获 主要归功于麦克这个很准确的EQ闪啊 挑起来 耐着自己也没有想到 有卡大丁居然会在前期陪个打野 来击杀自己 这波就属于是压嗨了 对 果然拿到皇子这样比较主动的英雄 初期还是能够有所建树的 而且西叶拿到E血 这和上一把的西叶就不一样了 但回来的话还是压力挺大的 是 稍微缓解了一下吧 确实皇子如果再不帮的话 这个中路的线没法打了 必须要帮的 而且刚才上路也没有看到 中路也没有看到 就刚才是刚好是 一个中间的时间点 所以上海两路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 中路就是飞机继续压线 卡特丁回来 船送回来直接配合皇子拿下了E血 上路的话就一头撞上去 关键是船长刚才的血量也比较健康 就感觉 应该就直接交傻了 傻事没有 九五七这边也是比较稳 对 九五七今天三吧 反正也没人太帮他 然后就是 面对对方干了的时候就先溜 九五七现在就想得很明白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弄我的 抗压 前面刻到了一下维鲁斯 哎呦 两个人打得太过了怎么感觉 打出被动 现在维鲁斯还能再白A一下 这里的话Magic好像是被看到了 哦这边是自己的一个狼魂 他这个位置好像对方并没有察觉 但是也大概知道他在哪个位置 两边人互相交换了一部F6 哎呦 这边Hacker看到这个好心急 想冲过来惩戒 对 赶紧抢过来 他也惩戒不了 他没有惩戒 现在这边的蓝量有点低了 所以我打完肯定要回家了 呃 没有犯戒 没有 休息来一下布龙 这位大爷在野区遭遇 都是五级 西野这边没蓝啊 这里麦杰克可能要撤了 但是 并没有这样做 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底细的 强行把眼拆了 其实珠妹这里如果知道西野没蓝的话 应该打得更凶一些 稍微赶一下黄子走 当然飞机这边也是破于兵线的压力 清完线直接回家了 是的 不过SNG这样的队 我觉得初期他们的节奏如果被遏制住了 他们中期找节奏的那种能力啊 可能是真的不如W1的 对 所以这把的话 前期W是打了三 三把以来 应该是最好的一把 打得最好的一把 浩恩好像也没有回家 有TP 可以回一波 大家我看一下两边下路到六之后 会不会打得 稍微激烈一些 对 这两边下路到六 都是那种有质变的英雄啊 这里维鲁斯是率先回家 做出了一个十字稿 现在也是直接上线 看一下这里Magic在红Muff处 还没有到达六级 亥克是来到下路 但是只有五级的猪妹啊 动不了 大救这边还不回家吗 这边直接给大了 这波可能要出事了 挂出点燃 猪妹赶到 差一下打出被动 破屏一击打出来 维鲁斯差一下打到 这边回家回家太晚了 哎呦这一下Q没Q到 Q到了感觉要打个闪现出来了 但这边大救的还不走吗 这里也没有秒表啊 怎么这么近 要走了要走了 这波再不能再给打了 还要弹一下 Q上 大招 这波要出射了吧 出射 这太弹了 这就是为了Q一下兵 然后我得了 而且卡塔丁这边有没有再往下走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两个人就免费跑路了 下路太弹了 他们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就是回家以后 GP上线 然后又打了蛮久 然后再拿这个 W这把的话 他们错失了那个最关键的回家 他也没 一直被对方把这个兵线推到卡下 到后面已经迫不得已了 回不了下了 有家不能回 有家不能回 最后被对方一个双六组合跌杀了 对这个我觉得是起风的秘籍 这个天赋啊 所带来的优势了 他确实带来了一波回家的这种时间差 对时间差让自己的这个装备领先 然后就一直在压制 这个时间差把握得很好 而且是服务之毛呀 这把是服务之毛打线上 服务之毛是一个没有什么容错率的这张AD英雄 是的 不过还好吧 还好辅助是个牛头 线上打输输一半 W本来是在前期取得一些优势的 但是现在由于下路的被双杀 导致整个的节奏又是转向苏尼这边 是的 现在要看一下W的这个TP 但是飞机这边也是有TP 而且Night这边的三项也马上要做出来 第一波的炸药包已经使到了 西野的话第一件直接做了一个深院 毕竟作为飞机来讲80%的伤害 现在都来自于魔法伤害 如果是里面也没毛病 那这边还挺想动 推完一波线 他也在中路稍微移动一下 然后看一下周围的情况 现在的中单都是这样打 这里是直接把招药包交了 时间快到了 下落黄紫是在水龙在打吗好像 他在那边埋伏 那边一颗挑过来 然后挑到 这边等级好像是压制了猪妹一级 是吗 猪妹是6 对猪妹是6级 猪妹是6级 黄子这边是多青鹅两足野怪的 这边又怼了一下 这个也是极限距离给怼到了 957这边 喝完橘子一个状态 被怼起来 这波有机会吧 减速到了 这波是有机会的 957还有一个闪现 看这边闪现怎么交 直接不过被吞死了 下落同时开打 下落的话感觉W也要遭撞 这边风之猫已经被吊掉了 哎呦 这里边这个也倒地 双杀飞机下来 还收了一个老牛的人 打了一波零换4啊 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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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炸了 这波零换4完了以后 W下落塔可能就要 要没了 这波有点炸 上路的一波被打 下落手没有看到是谁先动了手 下落的话应该是 第一时间是个3v3 然后转变成一个4v4之后 发现下来以后 W的下落两个人已经血量太低了 是的 船长这些大招手下落塔 大招轻一波 对吧 W在前期达到一个一血的情况下 接连死掉6个人 是牛头先动手 然后配合黄子俩过来打 晕到布隆 在这里反手打 哎呀黄子俩可不可以打上 这个布隆大招太厉害了 这个时候猪妹跟布隆打这种小卫模团 那可太猛了 而且这里下来直接凯了自打先死了 这边下来没有输出了 对 而且黄子EQ过来的话 他也没有输出了 实验赶到以后 发现这个局势已经 已经没了 就直接溜了 这是黄子在出气的话 你EQ又来赶路 你后续是没有伤害的 除非你是在一个追击之时 难受 这下难受了 下落有点崩盘 下落真的难受啊 这个维鲁斯布隆 下落双人组是阵亡了四次了 对 刚才其实是想要寻找一点机会 因为黄子就在旁边嘛 想要是通过黄子过来 生成一波三打二 奈何猪妹就在旁边 而且布隆的反手能力确实太强了 说实话这一波不应该动手啊 因为苏宁的下落组合 还有两个秒表都在身上 对不对 这一把的话苏宁是带了四个秒表 你这个先动手 最多打个秒表出来啊 这下难受了 而且感觉 这苏宁自从第一把输掉以后 你发现没有 他们后两把对于这个小龙啊 对 这功能特别好 反正后面两把也很暴躁 也很暴躁 就很生气 这种大神气 哎呦 又得上来 狼行这个 QE二连很准 而且说实话 狼行这三场比赛表现看下来 真的是 真的是打得挺好的 对 中路过来帮忙清兵 飞机应该是 哇已经三向了 现在苏宁只要不做那种 特别过分或者激进的月塔 给西叶之力收获一些人头的话 这把也是W很难打 W很难打 W很难打了 现在W就是一个西叶的翻盘点嘛 对吧 是的 因为蜘蛛也好 船长也好 他们是没有主动这种带极度翻盘的能力 这 又直接月塔来嘛 过了 扛着塔先打一套 这边下路是直接把一塔推掉了 对 现在除非就是西叶这个点 对 这两个人过来 EQ挑一下 减速到 但是 飞机直接交W过墙 对 这一波的话 黄思叶没有闪现 不可能留住人了 而且飞机上还有闪现 中路的话 苏宁灵敏这边人也过来了 古龙来到中路 旁边是有人蹲着 要上了要上了 朱美今天可能要远程格大 这里还有一个QR 梅鲁兹接大 我的天啊 西叶被秒了 西叶真的是 这波只能双手离开键盘 只能双手离开键盘 这是完全动不了的 苏宁这个combo连得是非常完美 对 而且这个是阴影当中出来的朱美扔大 这个反应 反应不过来 反应没有视野 对 卡拉丁面图的情况确实 也没想到 我觉得我是卡拉丁 你怎么能这样打 上路一台也要掉了 说实话 WE这个阵容是打不了劣势 打不了劣势 这把 打了 苏宁那把只要不犯太大的错的话 WE很难打了 他们主要真的是没什么反反点 就除非那种特别过分的月塔 给西叶一波打肥 给西叶一波收个三四个头 对 要不然 服务之毛现在 基本上是废了 然后船长的话 又是没有那种带截斗能力的上单 他只能自己刷 他这把 他这把还被狼心给压制了 是的 等于说 现在只能通过这种防守反击 给卡拉丁收获一些人头 看能不能打 但是问题现在是 苏宁不会给W这种机会的 现在维路斯两件套 飞机的话是三项 第二件的话可能要直接摸无尽 现在节奏有点快 这是三把里面 我觉得节奏最快的一个 15分钟啊 三座一塔全掉了 这15分钟领先了5000经济 完蛋 现在还可以再去拿一下下午先锋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 WE这把没有什么手塔 就船长不在的话就 零手塔 他们这几个人是真的 真的没有AOE的 没有AOE的 船长你AOE也得先放桶子 对吧 他也不是那种轻松AOE 这怎么啊 怎么就过来被奥恩捶成这样了 奥恩怎么这么猛啊感觉 奥恩为什么这么猛啊 好奇怪 我对这个英雄的认识感觉 这几个版本已经快不行了 下个版本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没想到这把狼心运出来效果还不错 非常好 奥恩在下路的担待 现在只能卡纳丁去给他一位一 卡纳丁还打不过他 打不过 这就很尴尬了 配合黄子两个人还杀不了他 杀不了 现在奥恩在下路至少吸引三个人的火力 他才会有生命危险 你看这个人没所依为 诶 我过来打一下爆破 还错误 下路打一波 这个时候可以去拿小龙了 是一个飞机的分推 对 这个时候再去拿个小龙 两条水龙回血回来 他们想把兵线再带一波 这武器现在也是分身乏术 虽然说只有他一个守塔 但是他现在离不开上路啊 离不开 上路只要一走 上路塔就直接没了 下路 他们清兵清得太慢了 猪皮打掉 这一下还差了很多毛的 下路奥恩还得取人 去拿水龙吗 其实现在的话 你这样攻二塔很难攻下来 我觉得现在去拿水龙 然后去拿下路先锋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这两兄弟真的能杀的 老牛也来了 这波看一下 这波总是有了吧 肯定有了 这边奥恩反手开个大招 也是没有办法再怼回去了 但是中路塔的话 血量有点低了 W这边想要接 想配合自己赶来的队友 这波确实是一个机会 但是队友能来得及吗 这波确实是一个机会 但是队友能来得及吗 没有办法留人 这边看着没有人能留人啊 这边给一个治疗 先加速一下 这边能到是一个机会 古速学的老牛 布隆没下来 布隆可以走 老牛下来 有机会 这波如果二连起来 应该是三个人同时要击飞的 我说实话 这个刚才给到一个聘了 就是一直在聘 下路可以走了 这波的话 真的是W为数不多那种机会 这波好机会啊 如果说是一个闪现二连的话 真的是可以留到至少三个人 留住的话 这波团基本上就能打赢 留住的话 至少他们是一个 当时应该是个五打三 布隆也在上面下不来 五打三五打四 我觉得还有点机会 但是W当时的状态 包括他们的大招 反正现在对W来说 确实挺难的 现在他们需要处理的点 实在太多了 但我说实话 我对刚才苏宁这波 就是131分带啊 其实如果你说地图没有资源 这样去带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刚才地图哈 有一条小龙有下午先锋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把 就是那个冰天压在那里的 情况下去拿这些地图资源 就刚才没有人想到去拿低速资源 就一直在那里耗 最后的话也是没有能够耗掉任何一座防御塔 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波指挥 真的是比较奇怪的一波指挥 现在才去拿 还行吧 至少赶着要19分钟把这个拿下了 但现在水龙的话也可以去拿 他们可能就是太看不上这个水龙 这一波又来了 又来了 这一波是个双人的 双人差有点过分了吧 这边还有GP的 这里W可能要遭中 Magic这里 雪亮被打弹 西叶这里 这两个人差点不太够 有点尴尬 被进过来想躲一下老牛的 老牛闪见过来发现好像打不了 因为他被 飞机打得加上了点高 这一个人打不了 老牛直接被迫开弹 这个飞机尾锁 因为狂乎乱战 现在又是失了一发大导弹 没有自己的导弹 是流淡了皇子 老牛应该是交了 麦这个的话 也其实被队友卖掉 这里正面站着还要留人 957的布隆被动出发 叫一个橘子加一个闪现 哎呀大叫的又在后面被击飞了 神经被交出来 直接被秒掉 957这里还有一个珠贵 被灯关在身上 这里的话 狼心也不打算深追了 苏黎打了一波零换三 这一波就是很尴尬的一波配合 达瑞本来是两个人想杀奥恩 然后发现对方叫TP 老牛赶过来 张响上 然后发现好像要撤了 来看距离了 撤了的话又被对方留 然后莫名其妙 大舅子也在后排遭受 对 刚才那个局面也看到没有 就是飞机直接W脸 就没人管他 也没有人管他 真的没人管他 他几个甩头 直接把对方 这一波先是过来 继续两个人抓 但是这个时候卡塔丁的水量 已经太低了 而且皇子这样打回去以后 两边的技能都已经放完了 没有伤害了 这奥恩 两个人根本杀不掉 没伤害了 然后这一波 牛头过来 闪现 过不去了 这一波很奇怪 没有人 没有人搞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就无敌 哎 有没有就会抢一条龙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 抢大龙 确实是达比威数不多的 这种手段了 是的 但是继续很稳 避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 其实这个时候 打龙 没太大意义 对 这个时候 除非说W这边 能杀一个打野 继续这边可以打龙 这个时候打龙 其实是给W发盘的机会的 现在就是打龙逼你来开团嘛 就是如果你打 我打龙过程当中 发现你皇子过来 我们就不打了 然后 能杀人 能杀人是最重要的 对 现在我发现 好像W也没有什么兵线能给他们吃了 现在卡塔丁的装备 成长不起来啊 成长不起来啊 卡塔丁不是那种什么发条 沙皇这种刷起来的 他是要蹭人头蹭起来的 但是这把的话 他只蹭到两个 还是W这边为二的两个人头 都给他蹭到了 也是有点苦 真的有点苦 第二件事 直接做出了一个 这个 巫妖 然后补充一下自己的爆发能力 但是现在二十二分钟 这两件装备有点不够看 他现在没有亲兵能力 对 然后皇子 皇子佩格卡丁进场 现在也不敢进啊 进去就是死 想起来找水龙了 但是 刚才你说到 就是拿大龙这个点嘛 其实是高风点高回报 因为WE这个阵容 正面是没有什么 人能够守住 超级兵的 就是有大龙buff的小兵的 所以如果拿下大龙buff的话 基本上上高地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飞机的话 无尽还没有做出来 现在身上是没有TP的 哇 这个ADC已经602了 哇 我感觉Frey这三场吧 打的都没什么太多的毛病 没有 这第三线直接做无尽了 很自信 因为现在优势确实也是比较大 看一下后续怎么样去打 直接中路 先把这个残血的塔摸掉 塔摸掉是可以比大龙坛的 因为现在整个的视野上 W已经是很吃亏了 直接过来把红buff区的视野抢下来 这波再做一下视野 现在硬上的话还不太好上 这波大龙最好能拿下 是的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边的视野抢完吧 大舅这边第二件直接做了个水银尸弹 那的话真的是没有输出的 没有输出的 等了一会儿 发现没人来 算了 中路好像是要开团的意思吗 想开想开 奥恩要开 想开大舅子 大舅子这边交了个闪 还没撞出来 但是还往老牛这边 保了一波可以 老牛留下对方的主力部队 然后船长在后面放了个桶子 炸掉了对方四个人 飞机在上路拆二塔了 然后这边直接转站大龙 对最风之一不在酒 其实这一波的目的是逼你在中路 然后拆你上路的二塔 这样的话三个二塔全部被拆掉了 卡塔尼还在这里 非常艰难的打仙 下足翻打了 几乎满血啊 这里皇子的位置有点远 三斤血 两千血 一颗过来 有闪现 三百血 86的血 被957给打到了 被957给打到了 我的天哪 中备没有用丑 80多点血 86的血好像是 我没看错的话 绝对957给炸死了 这个龙 W 这波大龙又蓄了一口啊 这可能 这 这人 人就有着命 这 你能怎么办吧 没办法 这怎么抢他 真的是就有着命 是桶子还是大招炸到的 啊 是桶子炸到的好像 炸到的 中备成剑没出手 这就是有着命 你能怎么办吧 这就是命 这真的就是命啊 不过苏宁现在也不必惊慌 慢慢的整理一下兵线 然后整理一下心情 现在悠闪在他们这边了 整理一下心情 整理什么心情啊 这真的很气啊 就是他们被一个船长给抢龙了 这你没办法 自己的失误你怪不了任何人吗 这也不是 哎 这就是命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没办法用什么解释 对 有的时候就是 就赶 赶着了 知道吗 达兵真的是 他们在基地里面应该养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 养了个可能龙种之类的 龙脉 他们基地应该现在 现在龙脉上的 要本来怎么解释什么卡牌 船长这种英雄抢了 是啊 上次我们几分那个卡 卡牌一张Q抢到了 这边有点急了 急也不滑了 急也不滑了 管你打了什么 我干就行了 达兵的这边血量有点低了 达兵这边直接被秒了 这边的话老子 老子 老子可能也要倒 朱妹配合狼心直接秒掉 西叶之人还要注意自己的血量 布隆跟朱妹的双重被动 马上要出发 定了一下 但是还好没有人跟上了 就这边赶紧放桶子 来守塔 但是下面的下一波的兵线 又马上过来了 这波才不能死人了 如果再死人的话 可能会被一波 是的 但我说实话 这一波又真的是给人有感觉 对吧 S已经给打击眼了 生气了 真击眼了 你抢大楼你厉害 但是我要打架 这个人直接飞下路 追卡拉丁去了 你感谢 对卡丁刚刚是想带下下 因为知道 宋静这边可能还要推下了 卡拉丁这边能走吗 走了走了 做了个爆炸球 毕竟是个卡塔丁 溜掉了 虽然现在是虚空行走 这边炸了一下 还可以 好像还可以 继续守一下 继续守一下 这边卡拉丁也是继续在 想要骚一下流人 减速到Hacker 这边直接传统给大 还在这边缴闪 但是传统过来 可能要直接被秒 要注意菲洛斯跟飞机的伤害 实在太可摸 又是超神 杀掉了飞机 有机会吗 威鲁斯隔墙输出 这边的前半 还要倒地 狼行跟布隆两个人 布隆一倒地了 但是威鲁斯输出差太高了 三枪点死 双C位 太恐怖了吧 三杀威鲁斯 只剩两个 两边的上斧 看上野在上斧 打招又好了 垂飞957 布隆 这个中美大招也出手 一头又撞死了一个船长 这一威鲁斯 打了一波三换五 不是你看威鲁斯刚刚的几枪 我看了 真的是两三下一个C位 太夸张了吧 是的 他装备好呀 你看他什么装备啊 他这个装备太恐怖了 点C位真的就是两三下 这边也不打算上去打了 就交给小兵了 本来真的是W的一个千载难服的机会 但是被威鲁斯这几枪点的有点 而且你可以看 刚才那个回放 就是威鲁斯是一个 先点了个秒表 如果没看错的话 是吧 然后闪现拉开距离 他们第一波是把技能交给飞机 把飞机给秒了 但是威鲁斯一直在隔墙输出 是的 好像没人能够了他 这波团战还在继续进行着 表面现在这段时间都有一点上头 疯狂的产生了两波激烈的团战 看一下啊这一波 这波很漂亮 先是正面打 全场大招留人 这其实是W的一个机会 对 这波开盘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 直接威鲁斯的金身闪闪 拉开距离 开始凤凰输出 我这个威鲁斯 好不 一二两枪 一二三 就是三枪 出了两个暴击吧 然后就被套死了好像 是的 然后后续的话 刚好是奥恩的大招转好了 奥恩的大招是出没大招 这两个大招砸下来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打得山穷水尽的时候 太猛了 这边三条水龙了 三条水龙也蛮爽的 蛮爽的 回血快 刚才你不上头去也是太有意思了 就是中路SNG生气了 直接就大招开团在中路 我不管了 不过确实是 因为现在装备差距有点大了 现在确实只要把团战开起来 本身SNG的双C位的输出就要 比WG边要高很多 对 确实他们整个的阵容 不管是前中后期 容出率都比较高 他们这样打也是没什么毛病 这把不像第一把的阵容 这把他们阵容太扎实了 奥恩在上路带 下路的话是四个人 过来 这波能守住吗 双C位 飞机有闪 雷鲁斯的闪现还差四分之一 正面看看不已经打了过呀 主要是 雷鲁斯这边想打一波消耗 二连筒没有扎到人 这边雷鲁斯要注意自己的血量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黄子是真的很难 他EQ上去就瞬间要被融化的 而且队友是跟不上你EQ的 对 现在 黄子在这个局面上是 很尴尬 说实话现在船长发育的还可以 所以船长的筒子是有伤害的 大招式站立下 FUJ也知道维鲁斯对方是没有闪现的 黄子这边要微秒了 瞧谁秒维鲁斯 维鲁斯是被秒了 这边的话 配合队友能不能坐到这个飞机 飞机闪现不多了 飞机跑不掉了 飞机这边有机会 直接被追起来 老牛二连起来 直接配合卡拉蒂 秒掉了飞机 双C位微秒 这边只是阵亡一个黄子 我说实话 这个站位啊 这真的是 还是要等一下 SNG因为他 维鲁斯带起风迷 他闪现好得特别快 你看他这一波闪现马上就站好了 是的 如果再等一波的话 其实这一波就有了 但是W抓住这种很难得的机会啊 黄子也是很果断 而且刚才飞机在上面点塔嘛 点了一个水晶嘛 所以整个阵型就被分开了 你看维鲁斯落单 黄子这一下非常果断 非常果断 这波确实是黄子拿了 然后回合队友 而且你看这个招 居然还有人船缝往前线赶 就这个说实话打的又是有点问题了 因为奥恩在上桌带线 这个时候你在正面战场上 不应该是想要把团开起来的这个想法啊 W这一波团呢 又给他们增添了一些 翻盘的信心 增添了一些翻盘的筹码 而且现在的话 飞机的闪现又没了 对吧双飞 只有一个飞是没闪现的 反而下一波 W双飞的闪现都有的 但还是在走钢丝 反正一波 只要没打好的话就没了 是的 W这个阵容真的好难翻啊 你看他们这几波团战鞋打的真的还不错 然后也都找到了对方的这种 漏洞 对漏洞 但是真的想 中路水晶复活了 中路水晶复活 冰线至少没有压力了 这波大龙团怎么说啊 大龙团的话肯定就好难守啊 诶 这波有炸弱包 那可以直接上去推中路 这波有炸弱包 那可以直接上去推中路 这波有炸弱包 哦我们直接开大了 这边是什么意思啊 怼了一个小兵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很懂啊 怒了 你怒也不能打自己啊 对不对 这波其实应该留个大的 大龙团也好打一些 他可能觉得大招CD短吧 诶 这里要隔枪输出了 黄泽 黄泽现在是死得非常快的 哎呦 我还好差一点被定住 刚才如果裹大你直接给大的 我感觉黄泽就直接要没的 是的 黄泽真的很脆 在这个对方的装兵面前 这里边奥恩的大招 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的时间 确实是比较快 上来直接点 五个人骑的话 W1就不敢轻易的开团了 刚才正面是四个人 没有奥恩在 所以说W1是直接上去开里头团 好 大招马上转好了 两路高地 这个时候直接包下来 不敢打了 不敢打了 那是选择退回去打龙吗 这还是要等一下奥恩打 奥恩打已经要好了 这波可以来了 奥恩打招直接装着四个人 四个人堆在一起 直接装四个 这波还好谁给躲开了 这边周边也是接一个大招 没错 就有这个闪现 这边有了 这波W1开得好 这真的是 是 这SNG到底在 是怎么想的呢 那波感觉打的也没什么毛病吧 SNG 就是直接被对方又抓住了一个维鲁斯 维鲁斯这几波团战接连 被秒 我觉得要照片想一想了 为什么每次总是我 是的 真的要想一想了 这样的话大龙又被W1拿下来了 感觉又是熟悉的味道呀 哇 这把真的是个死局啊 这个阵容也能翻吗 这你谁说的准备 对 四个人 我们看一下这波怎么处理的 首先老牛 一球 维鲁斯的闪现直接交掉 然后皇子跟西叶进场 他闪现躲二连 然后被盖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直接 哇 这也行 哇 太夸张了吧 这也能翻 这 这真的要翻了感觉 是真的要翻了 现在是感觉真的要翻了 这也能翻 我就真的 就不知道该说 WE烈士局打得稳 还是SNG优势局打得松了 6000伤害塔塔迪 这边佩格船长打出了一波爆炸 而且说实话 SNG是个阵容不好被翻的 真的不好被翻 他们这几波团战 就是有一点点阵型 就是想要开 然后阵型又锯的太 或者说阵型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被W又抓到机会 稍微要冷静一下了 他们这几波其实都有点上头 你看奥恩几波先手 他们都想迅速的直接击溃对方 这一波 拿土龙 这一波还有个土龙 35分钟了 现在苏宁要冷静一下 其实现在优势我觉得还是在苏宁这里 真的吗 那你说谁优势 不是我觉得维鲁斯 现在团战里站不住没有伤害啊 维鲁斯这几波团战都是走上去给对方打 这个也不能怪怪谁 对 这确实是不能怪谁 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自己 而且没有人去对维鲁斯进行一些保护 对 其实稍微保护一下维鲁斯 维鲁斯只要在团战时候能活下 说实话第一波第一场比赛W怎么翻的 维鲁斯每一波的输出位置都是非常优秀的 对 你维鲁斯这种英雄你不能 不管他 维鲁斯他是没有做防具的 他是纯输出装维� 确实也没什么防具需要做的嘛 你至于吧 其实对水银的依赖性也很高 现在我把银血剑 他这个输出好夸张啊 不是他输出很高 那是他团战里面 根本就A不了两下就没了 他没磨抗 这个是最关键的 当蜥蜴坐进来 真的是两刀就把维鲁斯给砍住了 其实他出个带也磨刀挺好 我都没看清这个维鲁斯怎么死 真的就两下 维鲁斯就没了 他现在你看 真的是没磨抗 他现在你看 他又没做那个叫什么 智慧摸刃对吧 然后又是一件纯输出的暴击 AD流的 这边又集合起来打 又来了 苏宁还是不服 头很铁 这一波有双招 看一下吧 这5v5的团战能够打过 他这个双招真的是每波团战都有 他有了没用啊感觉 他拉开距离一样 他每波都是走上去 然后把自己的双招逼出来 然后就没了 是的 这一波团战一定要拉扯一下 说实话你看苏宁喜欢在这种草里蹲啊 刚才也蹲过 但是 没有意义 很难蹲到 他三把里面蹲到了一把 就是蹲到了西叶的那个勒弗兰那一把 但那个也不算是蹲 那个其实算是凑巧 1334 你想你四个人 五个人消失在地图上超过30秒 那也许人家肯定就不进了呀 现在这个船长伤害也很夸张 对 船长也发愈起了 船长跟那个塔萨丁 现在伤害有点爆炸 真的是死局盘活了 其实苏宁就老老实实团战就推他 我说实话 不要打先手 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要打先手 然后保护维鲁斯 维鲁斯每波全部保护他 对 这个团战特别好打 他们每波都想干人 然后就被打在这边反开 其实真的每波团战只要保护自己的C位 就可以了 因为讲到的这个C位叔叔 还是苏宁这边厉害呀 他这两个C位后期好厉害 但是他们每波都太想杀人了 然后忘记了保护 他们就是一股脑全闪现上去了 对 其实有人在维鲁斯身边保护一下 维鲁斯就不要去打后排 先对艾森进来就是打前排 没有那么容易死的 没有那么容易死的 真的就是一帮人所有人全在这保护 对吧 卡特你跳进来 布隆基也套个虚肉 然后该挂被动挂被动 诶 麦吉克的这个位置好像没有被看到 感觉又要复制 这又是个小细节啊兄弟 诶 这一波说实话再这样打的话就没了 这边照一张 诶呦 谁这么灵光 不知道 看一眼 也许就是维鲁斯 也许就是维鲁斯本斯对吧 对 维鲁斯本斯真的是 他这个被杀习惯了 被杀习惯了很怕你知道吧 现在他真的很慌的 兄弟们保护一下我呀 你们一打团我发现我周围全 就从你们自己人变成了敌人 我就很慌 哎呦 你看这个就是熙野跟Magic 他又在测移一直在找机会 这真的是哎呀好难受 苏宁投延铁 他们也不打龙也不干嘛 他就想测移高地 这就是 也不是啊现在也没龙打呀 又来了又来了 这大招浪费了呀 还行还行 只要团战没开起来就行了 哎我一个 我一个领先这么多的局面 你居然跟我说团战没开起来就行 其实苏宁最稳的就是等双龙再打 他们就是投很铁他们就想通过打架来移 其实这把的话他们扣龙也很好打 看刚才不是扣龙被抢了吗 那就是没办法那就是天命 天命 W这里的话卡丁回家 那是又颗粒轮药 哦呦这个船长 船长也发育起来了 每一个桶都代表着1300的伤害 是的 然后没炸到 这边开始了 他这个双C输入真的很高的 只要保护双C 他就要活下来 他现在这样就很合理 三个人站在双C前面 这个就属于贼合理的那种 大机的这边想在侧翼骚一下 看一下这一波团战一蹴即发 谁忍不住 谁忍不住可能就要遭殃 这两边都在比例带行 957被连了一下 这边就过来了 但是维鲁斯的阵性还可以 船长这边背货较大 这边要追的话 不好追吧 维鲁斯这里还留的不错三连 这里想打对方的鞋牌 老人里面选下的很快 救星面板 还被他打出被动了 这边打得很不错 这边蜥蜴进场 或者什么双杀了 双杀 双杀 带着这边赶不住了 这边想换人换不掉 这波突然的一波天崩地裂 什么情况 Magic配合蜥蜴 哇 这把这个小江Magic打了 是真的可以啊 我说实话 我都 我真的看不懂SVC在干嘛 他们每波都是死在这种 阵型聚集起来 想要冲上去打对方的时候 然后被一个天崩地裂制裁 不是 这就是什么 年轻人忍不住啊 你发现没有 他们老老实实打双龙嘛 打双龙会在推 你老老实实不打都可以 只要往后拉扯 谁上来打谁 他们这一波的话 其实第一时间拉扯 已经是占了一些便宜了 因为当时我说的是 谁先动手 谁要遭殃 对的 谁就不动手 就慢慢拉扯 我的天哪 二十岁杀人输了 真是 真的是 翻盘宝典 翻盘宝典 想知道英雄联盟里面 怎么翻盘吗 请把春季赛 所有WE的比赛下载下来看一遍 里面应有尽有 这把他们第一时间 其实拉扯的还行 看第一时间应该是 船长给了一个大 配合老牛 老牛那边是连起来三四个人 我觉得 你看 又是忍不住 第二时间就不能再上了 这个时候阵型你看又被聚集起来 这个时候想杀人了 二有这个大招盖五个 太舒服了吧 大招盖五个 这个皇子Q一下 卡丁坐进来 你怎么打 你领先一万你也不管用啊 但是双龙 W拿了单龙 这个远古龙又是一波团战 很激烈 现在团战根本听不下来 这个远古龙 这就是最后一波团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最后一波团了 最后一波了 这一波谁死 谁基地就没了 谁基地就没了 对 最后一波团了 五千血 关键时刻 两边谁是龙之子 两千九百血 两千八百血 这边船长给大 这边又是奥恩开大招 上来对方的后排 在这效果一番 船长大招已经做完了 皇子拿到了这家远古龙 还有这边被困在远古龙的龙困里面 上不来 买这颗神奇的小将 成为了W这把的一个救世主 W在这种局面下 还保留着翻盘的希望 什么叫翻盘的希望 W现在双龙会 你跟我说我要翻盘 那你说W赢了吗 W现在优势 你敢说吗 W现在优势 优势很大 可以 我信你一次 可以 其实现在真的不好说 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谁都没优势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是SNG 你没有觉得他前面几个团 根本就已经变得 不会打这个游戏了吗 现在SNG主要是 有点心态爆炸 心态爆炸了 对 这个很重要 DQ比赛 被抢了一条远古龙 被抢了一条大龙 他们那波 就是大龙被抢的时候 真的心态稳住 这把优势 依然是他们的 这把优势本来是无限大了 只有自己把自己崩了 但是现在还有机会 就看他们 能不能回头是岸了 现在这一路 应该是可以守住的 现在谁都不能犯错 奥运这边开战 大龙人 又开团了 远古龙 远古龙W要接这波团战了 现在拿出救无锡 一个复活 这个可以人 可以人 定到了对方的前排 这边还行 前排的黄子 扛了一个猪妹的盘 W1 这不是是牛头扛住了 牛头扛住了 没有是那个黄子 扛了个猪妹的盘 对吧 老牛的话现在还有 附罗之马的精灵求 所以他也不虚 W1这波是安然撤退 呃 现在就忍住 刚才这一波 W1算忍住了 这波忍住就可以 W1确实在这个时候 太有耐心了 太有耐心了 好 自己的赵远师水晶也 已经复活了 不过刚才那一波 没有破掉SNG的高地 现在这个团战 你真的保识 我觉得两边现在 谁都没优势 这就是一波团了 你看现在大家 招不就差不多 我说的优势 仅仅是在于 心态上的优势 对 心态上感觉苏宁这边 就是 现在这个局面 是苏宁自己 不愿意去接受的 但是W1呢 是他们早已习惯的 所以现在对两边来说 W1心态上更有优势 所以你说 要常打这种烈士局 才能锻炼自己的心态 是个意思 现在真的是W1心态 现在无敌好 你看刚才 第一波团战 我不是说心态的问题 而是在团战的里面 W1的技能施放 没有瑕疵 对不对 奥恩虽然最后一件装备 还没有做出来 还是更新了一下自己的深渊 现在是 奥恩在后期 这个被动也很厉害 四件超级加强装备 你看刚才SNG打的 是不是有点急 对吧 是有点急 慢慢的开始变急了 他们稳住 那固然现在两边都有机会 打反手 他们就照W1第一把那样打 就可以了 而且你说 从领先争计1万的经济 到现在落后6000的经济 你确实是W1现在有优势了呀 但现在就是一波团的事 对 反正现在谁都不能犯错 因为打到后面谁都不好说 因为两边的C位 不过西叶真的是有点可怕 22层杀人数 我的天子 好恐怖 他已经好久没死了 我感觉 是好久没死的 自从他做出杀人数以后 他又再也没有死过 船长也是基本上纯输出 现在W1这边是不缺伤害的 只要黄子盖一个好大 配合老牛 能把第一波的控制打出来 然后接上自己船长 以及西叶这里的输出 SNG团长就得炸 而SNG在团长里面 其实就要做好一件事 去保护自己的双C 但是他们几波团长 都被W找到机会了 其实我觉得飞机不用特别保护 不多保护维鲁斯 对 因为这个时候打前排的主力 应该是维鲁斯 现在真的需要冷静 两边都需要冷静 现在就是 两边的心理压力都很大 W1这里的处理明显更好 SNG这个 现在就是 他们就有点难受 这三角水龙在这种局面 就没用了呀 这种拉扯局面 还有点用 但是现在都是硬钢局 三角水龙的回复效果 完全是截不出来的 没有任何意义 这边 又来了又来了 没随着又卫生 什么情况 这个位置很危险 这边飞机点打出一番 暴躁伤害 后面跟不上了 W1的大招 稍微慢移一下 这里的话还有猪妹跟布隆的技能 W1依然得撤 哇 千军一霸之计啊 千军一霸之计 真的是后面的伤害 没有跟上 W1拿下自己的红buff 老妞在这个位置 还想做一些反手 好 大家再冷静一下 再冷静一下 再冷静一下 不用着急 下一条大拢又要刷新了 好激情啊 这把已经是 将近40个人头了 而且 曾经那是一位 已经打了47分钟了 好吗 那也很多啊 有的比赛40多分钟 也就几个人头 对吧 也是吧 确实两边都很激情 就一直在干 反正奥恩我就听着 那个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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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咕噜噜噜噜噜 反正也不管 反正我先把大招丢了 我这个时候奥恩的 作用确实没有那么强了 现在对方的这个 现在奥恩什么作用 你知道吗 就是W1打团是 奥恩留着最后再打 对啊 就都不要理这个奥恩 就是秒维鲁斯 真的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维鲁斯 维鲁斯这边也是头比腰切 反正我也不换防具 我就硬跟一架 我也不出什么春歌 如果这把真的发了 我真的是 因为维鲁斯之前是 哎呦 这个时候居然暂停了 打到48分钟的时候 居然暂停了 我猜想 你还逗我吗 可能是 可能是要伤得错啊 稍微一点久 这把打的 哎你觉得这样比赛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为抢完龙 我觉得就是苏宁心态 但是苏宁第一波打完了以后 他们奥恩在中路 放了一个大招 是打了一波很漂亮的团战 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乱完了 他们之后还是没有 体会到这个游戏的真谛 不是打架赢的 还是要控龙推塔赢的 就在有双龙会的情况之下 下路去打了一波 包括他们好几波上高地 都是可以再等一等 等着双龙刷新 然后我再在大龙处 远古龙处 对吧 这个队只会需要好好的 他们在高地上 我觉得输了太 就上高地的途中 输了太多拨团了 其实远古龙也好 大龙团也好 他们丢掉团战 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被抢龙了 对吧 那在高地上丢掉的团战 其实就是因为自己 心态上的着急造成的 原来是谁的机器出问题啊 不太清楚 现在确实需要给大家 给观众一个冷静的时机 但说实话 这边暂停了这段时间 就我现在觉得 WD的优势 真的还是挺明显 WD现在的优势是在于 第一 他们的阵容 你可以看他们双四 就凯尔斯塔 其实他伤害不是很多 但是另外几个轻规猛了 现在猛的是船长 卡萨丁 这两个人有秒 SNG后排的能力 对 已经连续输了好几拨团战了 我感觉都不止三拨了好像 他们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一直上高地 反正是从领先一万 打到落后六千 对 就一直在输团 哎呦 哎呦 看来看来看 我天 快快快快 真的是很紧张 现在真的是 新的提到藏子眼了 看一下 这个现在 应该还有一波团的机会 嗯 然后两边的装备呢 都已经是神装了 装备 对 装备跟经济就 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感觉 我感觉 SNG是不是应该主动选红色方 他们感觉 红色方的进攻 会打得更流畅一些 对吧 两把蓝色方 都是一样的剧本 出席优势 然后中期 逆风 后期 就抹得了 现在上路的兵线有点多啊 上路SNG肯定要回去 处理一下兵线啊 看一下要不要回去 嗯 因为现在兵线不能有 上下两路兵线都没有出 大龙也刷新了 看看SNG怎么选择 抓大龙 直接抓直接抓 抓大龙 抓大龙也会给皇子机会啊 皇子这个盖大招 而且说话这一波 这把还看到一个 一个英雄枪 就是牛头太强了 看牛头能够在对方 神装的C位面前 活下来 很恐怖 这边在拉扯 两个人在拉扯 三个人在打龙 不想让这个大龙回血 但是没有办法 上路的兵线也过来 然后WG跟他拉扯 也很漂亮 苏尼必须要处理一下 这个大龙了 这个上路兵线了 起码这边兵线处理 那下路兵线也得学员处理 这个时候WG先落位 这里WG WG WG 这边还在找机会 这边看到了 大舅的只要不打 他们知道了 WG 没有 不有效果 打得好大 不过CD好短 他在机房间无线跳 他只要杀一个人 他就是无线跳 无线收割 是的 现在就是问题 第一个人 能不能给他吵 这里三个人去打 打得很快 说什么在打 这里看一下 这球其实是被分割的 但是苏尼也被卡在 这样一个狭小的路口 他们自己也很慌 W也要重新归准一下阵型 这边又想开团了吗 苏尼 苏尼这边留在一个老牛 老牛大招被逼了出来 现在车场打了下来 黄金Q经常 配合自己的C位 要打输出了 最后这边拉开距离 但是对方的前排 已经紧直入国了 为什么倒要开 这个人开牛头 又是一波三杀 五杀被打Q W又翻盘了 这是真的翻盘了 不是 这个人去开牛头 他们的指挥在想什么 W 看不懂 这个比赛看不懂 苏尼这真的是 哎呀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不懂 最后一波团战 不是 为什么又要在 正面有三个人不去开 要在那种狭小的地形 打一个有大招 还有精灵球的老牛 我跟你说了吧 中期打完以后 我就觉得W一毙 这个太奇怪了 我觉得SNG 他们需要好好的去想一下 而且为什么总是我们解说到这样的比赛 我说实话 我们上次解说京东Gaming的比赛也是这样 对 初期已经优势成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了 然后被翻了 这把西叶的发挥固然很给力 但是这把 我觉得还是MAGIC这个皇子啊 这个皇子 包括后期的这种老牛的团战 不管怎么说 西叶好强 不管怎么说西叶好强 西叶这把 哇 太恐怖了 不过苏尼这把是真的打的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自己的问题没什么好说的 自己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 还有人站出来帮他洗的话 我觉得你就 可以不要看了 这个真的是SNG自己 没有能够把握这种机会 一个大好的局面被翻了过来 哎 几波团呢 他们都证明了 就是你要在狭小的地形 被皇子跟老牛 控到太多人 你的 你在跟 W肉搏的时候 你是赢不了的 我们也一再强调过 他们这个阵型 需要通过野辅 老牛 这个布隆家 朱妹 包括梅鲁斯家飞行打 打拉扯 然后打 打黑带的论 不要跟他们说拉扯 他们不会拉扯 他们就想跟对方一波 西叶这场比赛是一场 一个四杀一个五杀 对 没错吧 那同时也要恭喜西叶 以15次的击杀 刷新了本次春季赛 单人击杀的记录 哇 这个我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西叶真的 有点恐怖 好吧 这个个子小小的男生 居然约含着这么大的能量 两场比赛的翻盘 都与这个人 关系非常的大 看一下最后的数据情况 西叶跟飞机打的速度 应该都蛮高的 这多少 看不到了 四万吧 多了 四万应该是 然后船长那边打的伤害也不错 你看一下 从领先9700 对 到被翻盘 一路被翻 一路被翻 远远远期不到30分钟 哇 真的 最后真的孙静静太上路了 我是觉得这两场比赛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指挥 真的是需要一个好的指挥 太想通过杀人 然后打架来获得比赛的胜利了 觉得他们的阵容完全不用值 30分钟 已经有点冷静不下来了 30分钟是他们的一个最强势的时间 对 30分钟是他们最强势的一个时间 几波优势 都没有处理好吧 不过苏尼确实在这个BO3里面 几把的前中期包括比赛的线上 打得都非常的好 但是往往在中后期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也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地方 也希望他们好好的回去总结一下 因为这一把有点夸张了 今天这个BO3 说实话 感觉W的这两个翻盘 我觉得跟苏尼自己的失误 也真的是分不开关系的 是 固然W在中后期的处理上 处理的很细节 并且他们在中后期的处理上很少有失误 对 但是你不 就领先到9700的时候 不是对手给你失误 你是不可能翻的 对 因为在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联赛里面 其实大家的实力接近的时候 如果有一方真的领先你将近一万块钱 不管什么阵容 我觉得都是很难翻的 就是对面如果不给机会 往往这种翻盘都是建立在 可能我自己 首先我要做好 我临失误 然后我慢慢的耐心找机会 然后对方会给一些机会 当然 还有一些上千的眷顾 比如说我抢个龙 对吧 其实这些 翻盘就是这些因素总 扎起来的 是 就是你不打龙 别人也抢不了龙 真的缺一不可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 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但是今天确实 BO3里面W这三项都占了 而且这边的话 我们知道的消息 西叶的卡萨丁 从17年以来 到目前为止的战绩是14胜 两副 最近的战绩是11胜 差不多 我感觉他卡萨丁确实 每次压相抵的 就是关键时刻拿出来 总能起到一些效果 但其实这一把已经崩了 已经崩了 真的不这么跟卡萨丁 在面对对方 一万经济的推塔的时候 这两个秀是没用的 你真的没用啊 你连冰胜都守不了啊 他们我的天哪 所以完美丽当然是给到了 最后拿到喷他的 哇100%的参战率啊 太可怕了 太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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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简直是 所以现在的WE 他就是WE里面 那个最粗的一根 我只能说 WE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前中期 做的更好一些 这个队依然会非常的可怕 他们应该会重新回到自己的那种巅峰状态 是的 因为现在的WE 他们很多比赛丢到都是因为前中期的烈势实在太大了 而且对手没有给他机会 对 就像今天的第二场比赛一样 所以现在WE拿到这个BO3 我觉得粉丝也好 他们自己也好 应该是很开心 但是前中期如果能做得更好的话 我们还是那句话吧 翻盘 他就是翻盘也好 或者说初期他们这个一个状况也好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 对 就好像你刚才说到 康迪那个时候依靠抢农一样 他现在需要做的一定是继续的去让自己的队伍变得更强大 对 尽量避免我是一个翻盘队 对不对 要避免我是一个靠翻盘 应该要保证自己每一把都是一个领先者的姿态 没错 就每一把的话不能说老是这种惊心动魄的这种什么抢龙啊 最后的这种团战来翻盘 是的 不管怎么说吧 这张比赛已经打完了 这个 需要大家回味一下消化一下的一个BO3 这个BO3打的是跌宕起伏 跌宕起伏 而且三场比赛加以化打了将近三个小时 差不多加上这个广告还有乱七八糟的时间 那这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比赛也全部结束了 是啊 这是这一波 就是最后一波团战 我说的话这一波回放 看什么呢 你把所有的库尔吉腾给了一个老牛身上 旁边关键他配的还是个凯利尊塔 把自己逼在一个五人 就五个人想的位置上面 我的天 我怎么想呢 这波团战确实有点看不懂 不是我说我真的说这种这种团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波团战 就是第一 如果对面辅助不是老牛可开 第二 如果对面辅助是老牛 对面AD不是凯利斯塔 也可开 下小时对面辅助又是老牛 对面AD还有了凯利斯塔 然后还离在老牛身边 而且还有皇子卡萨丁船长 这种肉搏很厉害的英雄 看不懂 苏尼最后真的是没看懂 我觉得这个失利也是他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吧 回去好好想一想 说实话我们还是保持我们之前的观点 SNG这个队伍他们在对线期的个人实力 展现都非常的好 但是一到中期 他们中期什么 他们只能打顺风 中期一旦被对方一小波的阻隔 开始就急了 对吧 怀疑自己 开始怀疑自己 其实不用怀疑自己的 坚持自己的路就行 慢慢空途打下去 慢慢空途打下去 最后的话其实打架有点上头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的画面交给采访期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最后采访 我是余双 你邀请到的就是MISTAKE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W.A.L.E.V.C.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 最近好像W比赛时长都比较长 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 尤其是今天的第一局和第三局 对比赛时长都比较多了 我觉得比赛时长都比较不足 所以我本身是累的 所以我本身也很累 我本身的呼吸 很累 我本身的呼吸 是有点小型 是不可惜的 是不可惜的 可是我本身的呼吸 因为小型的呼吸 如果吃了游泽 本身的呼吸 需要很容易 就会不会出现 我本身就是很难的 我本身的呼吸 所以我本身的呼吸 有点准处 是很累的 我本身的呼吸 我是许泽 我本身的呼吸 我发现今天这些三局比赛都带了风暴的聚集是吗 是不是因为意料到可能会打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变了这个天赋呢 我看了这个比赛是很难的 我看了这些比赛是很难的 我看了这个比赛是很难的 我看了这个比赛是很难的 如果我看了这个比赛是很难的 我看了这个比赛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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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因为比赛上游戏时长基本都会超过30分钟 所以说带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合算 其实今天我觉得第一局和第三局的比赛 大家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 尤其都是翻盘局 不过我很想知道 因为第三局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我在想你们有没有当时心里想到可以翻盘 觉得翻盘的点是什么呢 是当时看到西野有拿到四伤吗 比赛是在这个招式中心里能败起来的 一三局的每个 copper打算是三局就会败得过 抓住一两两三局是四伤之后 比赛是一个大的逼中心里能败得到 到柔和一礼启在一段时间 你希望说是7月一三局的变得比赛是一段时间配合你? 三个加弹切努力的 它从初到最初到最大较不利的 我们是之前的比赛是很突出的 比赛最初到最初到最后是一段时间 我可以看了如果要说我会计划 但是比赛是迫 我当时没想到最后面拍得更多的 我觉得我还没做过 首先因为我们拿出的阵容的体系风格 就是以前期为主 然后前期很强势的阵容 但是因为前期的失误 导致我们前期已经崩得很厉害的情况下 他就觉得已经很难打 然后心态也快崩得差不多的情况下 但是打到中期发现对面双C都没有魔抗的情况下 我们又是卡萨钉 所以说感觉还有一战的可能 而且呢西叶是创造了一个个人单项的记录 是个人单场击杀了15个人头 拿下了15个人头 而且今天不仅拿到了四杀也拿到了五杀 而且在他的那一波强势的助攻下 可能在之后ミスティーク也是发挥得越来越好 那有没有对西叶说一些什么呢 今天火炕比特已经新来生开了 但是 现在火炕比特已经保重了15个人 天天使是新来入兵的 尽快化故随看 令人生成为最大的状态 今天火炕比特已经出了一场 原来做了一场 另外像火炕比特已经完成了 今天火炕比特已经所帮与想ла较了 火炕比特已经好 火炕比特已经得大了 火炕比特已经很慢了 很好 是抢人頭嗎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今天其實第一局 Mystic拿到MVP 我覺得在那一局當中 對面都是一些強開的一些英雄 比如說青鋼隱落 還有像皇子之類的 當時你是怎麼樣 找得非常好的輸出環境 有沒有覺得現在 跟新人輔助Celestial 配合得越來越好了呢 第一局當時是BAROS 但相對是很困難的 卡米和Rakam 在那些情況下 如何找到好的環境 和新人輸出環境 現在是怎樣做的 卡米和Rakam 卡米和Rakam 是很困難的 我們是不滿意的 我對相對的 也不滿意的 所以我覺得 很困難的 新人輸出環境 跟新人輸出環境 還不滿意的 所以我覺得 還要做得更多 做得更多 首先 卡米和Rakam 如果想切AD的話 是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他自己的 身板很脆的情況下 不是很好切AD的 然後再加上 自己家旁邊是個布隆 然後對面的話 感覺在強開的方面 做得還不夠好 所以說 讓他有了很好的 舒服環境 其次的話 跟輔助現在的磨合期 還算可以 但是還要繼續再試一試 確實 而且我知道最近呢 其實MISTIC 也是承受了相當大的 壓力和質疑 對此 有沒有什麼 在今天打贏比賽之後 想對一直以來支持你 相信你 追隨你所有的粉絲們 或者是隊友們 說一些什麼呢 最近有很多 ストレス 受到的 現在回到 然後 MISTIC選手 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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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忍受到 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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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 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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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打算吗 还不太清楚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软回去 那就等着好了 好了那接下来要公布的 就是本场的幸运观众了 他们是一排36座 二排18座 六排27座 四排21座 以及三排21座 好了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 今天的两位解说 欢迎回来 怎么了 没事 回备了一下 回备了一下 刚才这三场大战 确实还是挺精彩的 W的话也是赢下了 希望他们之后也好好加油吧 我觉得要调整 其实你看他们这个 他们对我的 我觉得问题是在于中前期 就是他们可能把太多的精力 都花费在中后期的 一些策略训练上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 W只要能够把中前期的对线 包括中前期的联动 对线有的时候 犯下太多的错误了 是的 所以说来看一下 今天的两场比赛的结果 第一场比赛是 VG 0比2 输给了RW W现在8-2 紧随IG 然后第二场的话 苏宁是1比2 败给了W 是 然后也是收获一胜 看一下在这两场比赛 打完之后 苏宁 苏宁现在和京东 这两个人 要不要这么冤家 真的是电商手牵手 电商手牵手 但是你不要忘了 现在京东给你们 面对SNG的情况之下 它是少两轮比赛的 对 其实京东的话 是赛季初期 很猛 好猛 然后苏宁的话 是最近状态挺好 但是今天这一场的话 相信会对他们 行很大的一个压力 是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京东和苏宁 在我们东部的一个较量 是的 就可能会成为 接下来一段时间比赛里面的看点了 而WE这场获胜之后 是终于甩掉了FTX的一个胜场 这个是东西两部的一个情况 明天的话 也是没有上海啥事了 明天是一场 成都主场跟重庆主场的比赛 有点意思 明天是成都主场和重庆主场的比赛 希望大家到时候 这个准时收看 因为去不了现场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直播频道 来准时收看 两场比赛一场是五点开始 一场是这个七点开始 七点开始 不管另外一场比赛打没打完 另外一场比赛都是 准时开始 准时开始 大家可以选择 组支部间 副支部间 选择收看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有的观众可能会习惯 这场打完可能接着播了 对对对 其实气垫已经开始了 对 所以请大家明天 准时收看我们重庆和成都主场 两场精彩的比赛 好 那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明天我们两个分会场再见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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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